那当然请你在H栏的地方 增加一个VBA 的一个栏位名称 那接下来的如果我今天 希望做出什么做出三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它它会自动帮我把 结果丢到这边来 按下它合格不合格 有个清楚 那这个是成绩多重按下它 它会把ABCD 全部帮你把它输出 那当然这个结果会跟这边一模一样 只是说这个写法就不是在 那个Excel里面做的 而是说什么我们是在那个 VBA里面帮我做完之后 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个做一个清楚 所以会有三个按钮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就是所谓的SUB SUB的话就副程式的意思 第二种形式就是说 那因为我刚刚这个像 成绩这个 两重的或多重 你可能要下这么一堆公式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第二种方法就是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可以在这边有个使用者定义 那我可以直接用成绩函数 这很简单给它 成绩 它会给我合格不合格 那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 第二种方式就是一样 多重 就是插入一个函数 这边有个成绩多重函数 这个函数一样给平均成绩 它会返还A B C D OK 那两种 反正这两个 两个都是VBA的 最基本的写法 里面的话跟前面 比较不一样是多了逻辑去 逻辑 OK 那逻辑的话呢 就是两重跟多重 那要怎么开始 首先当然 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按钮 成绩按下去 合格不合格 这个是最基本的 首先一样 到开发人员 这个固定的地方 Visual Basic 这前面都有讲过 那首先当然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在这边 我先把这个先清掉 假设我重来 预设子弹这边是没有 没有Module 我们在撰写程式第一步 一定是先插入一个Module 模组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的按钮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是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话呢 形态一定是sub 所以你就是产生一个按钮 对应到sub 名称的话 叫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那个成绩 这个名称打上 这个成绩的名称是自己定的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打英文打中文 可不可以 其实你要打都可以 这个名称我们自己定的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那个成绩 两个字 OK 这边的话输入 因为现在我们都用wins 那好像操作界面有点不太一样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sub 然后名称叫成绩 设备注意 一定会给end sub 头跟尾 那中间的叙述的话 当然 以后可以有固定的SOP 反正第一个就是 你的回圈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一样 在这边 打一个for回圈 前面讲过for i i是i列 等于第2列到第7列 所以2到7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nets 那再来的话 我们需要做什么 输出结果 比如说合格不合格 到哪一个 到h栏的地方 所以我需要在前面先加一个sales 前面我们好像在手机那个范例里面也特别强调 哪一列的哪一栏你就先输入好了 那等于什么呢 合格不合格 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有两个 有可能是合格 也有可能是不合格 那我应该输出哪一个呢 所以如果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性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你要在输出之前先做逻辑判断 那 逻辑判断在BBA里面的写法 跟在eSales里面完全不一样 eSales里面就写一行 可是 BBA稍微比较啰嗦一点 他可能要打三行 那这个固定的写法 如果什么呢 他会 需要知道什么 你的平均成绩 他是不是大于 所以Sales哪一个储存格呢 你就抓eSales的储存格 同一列的 eSales里面的 资料他会先帮你抓过来 抓过来之后判断是不是大于等于60 如果是的话呢空一格战 这个是固定打法 这个 if 然后中间是逻辑 前后一定要空白 再来的话反之打一个else else就反之 再enter两下打一个endif endif 就结束了 所以我刚刚讲三行 第一行是 你的逻辑 那这个逻辑如果为true的时候 就是在这边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到 h栏 这边 输出什么呢 输出合格两个字 所以你可以 把刚刚那个 我们输出的这个h栏 把它 先拉到上面来 输出合格 那else的话呢 就是反之 反之就是不合格 所以你可以把 这个拿来复制比较快 我习惯要按ctrl键 拖拉按ctr 其实就是什么呢 复制就是ctrl c ctrl v 当然你用拖拉的话 有时候比较快一点 不合格 有没有 你这个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乘7的那个按钮 当然你可以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 把它执行过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在这边输出结果 合格不合格就输出 第一个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来就是把什么呢 把 那个这个程式复制 那你在底下 直接enter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 因为我需要什么 清除 所以你直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刚刚的那个逻辑的部分拿掉 就是if 啦 else and if 这个拿掉 然后呢 里面输出不合格的部分 把它改成 空字串就可以 那空字串如果 全部把它输出的话 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没有 名称不能 一样 所以记得把它改成 清除 把它改成清除 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过 如果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刚刚这些字呢 就会被我们清除掉 OK 那当然一样 我如果做完这两个之后 就可以产生两个按钮 那至于按钮怎么做 我想前面我们有 在前面做了很多个范例里面都有提到 你在这边插入什么了 假设我这边 这个 在 开发人员的插入这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一样拖拉一下 那就做一个什么 成绩 所以你可以怎样把这个成绩两个字复制一下 确定 先选成绩 那因为它上面名称是按钮4 把刚刚的成绩贴上 那你就会有这个按钮 好 我的习惯是再把这个按钮复制 再贴上 那主要的目的是因为 如果你利用那个插入这个 按钮 再拖拉大小会不一 所以我习惯复制它 贴上来改 怎么改呢 按右键再指定聚集 把这个部分 改成清除 那我就会有清除的按钮出现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做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就是 成绩的合格不合格 第二个按钮是 清除部分 记得 我想前面我们 两堂课已经都讲过 很多次是VBA部分 那第一步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第二步的话呢 在这边插入程序 请你选择sub OK 另外呢 当然如果你程式打的比较慢的同学 或者你可能打错了 你需要参考的话 你也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边 这个网址里面的云端白板 找到逻辑函数 这边有程式 如果你打的比较慢的同学 或许可以 直接来这边找 清除这边就有了 成绩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多重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试带 工 试 试